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拍一月的最愛 你沒聽錯我都沒說錯 是一月的最愛 因為我一月的最愛到現在才拍 其實也不用擔心 我二月的最愛就是出 但因為我不想把他們兩個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先拍一月 二月的日子很快就會出 那就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想給大家看的東西 就是兩條褲子 但有一條還用 所以我就拿著一條 其實他們兩個都很相似 那我拿著這條就是一條 高腰的Legging 兩個都是ZARA買的 高腰的 這裡有兩個拉鍊 然後呢 它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鏡頭可不可以錄得到 但這裡是有一點斜的紋 斜的的紋 就在膝蓋的位置 那這個好 因為它是比普通Legging厚 所以它會暖一點 而且後面看不會有一個印在 那第二條就是 這個是特別高腰的 是很高很高腰的 遮到肚臍 那第二那個就是肚臍下面的 都是差不多 但那個的不同就是 這裡有一條拉鍊 還有這個什麼 膝蓋沒有這個 還有腳有另外一個拉鍊 但都非常相似 我會去到ZARA的網站 看看我會不會找到連結 如果你跟著我的Instagram 這兩三個月 你都會看到我經常穿這兩條褲 那第二樣呢 就是一件衣服 那就是這件皮褲 那如果你有看我的 What's in my bag video 你就會看到 我其實就是穿這件皮褲 其實也有問我 這個皮褲在哪裡買的 那我就在 包含上 Tuff Jeansmith 那裡買的 那我相信它好像這陣子都在做折 就是有打折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看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是一個灰的 有點綠綠的 但偏灰的顏色 那就比較特別 因為我那些有啡色 黑色 紅色的顏色 那我這次就選了這件 那麼漂亮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的Skin Care Video 也有展示過 那就是這個 Neostrata的Refined Gel Plus Step Up Level 15A加A 那它就是Jessica送給我的 那這個我相信也不用多說 因為很多Youtubers都說過這個 那我第一次用這個 真的嚇到我 因為那時候 我Jessica有教我怎麼用 她說你先塗 不知隔10分鐘洗 然後我就用了 誰知道很辣 我第一次用真的超級辣 那我馬上洗走 然後就放在裡面 不敢再用了 然後我跟Jessica說了 然後我就再試一次 那之後又OK 又沒有好辣 那就真的看到皮膚有明顯的改善 那些粒粒真的少了 我不知道你現在看到 其實是好了很多 除了 這個好像生了兩粒 很厲害的 但是整體來說 是好了很多 就是之前 我覺得很難清 那些很細的 那些暗粒 都能清得到 所以 我想我用完這個 我都會再re-purchase 然後就是YSL的唇膏 這個是32號色的 其實它跟我之前13個有點像 但是它這個 顏色就是偏藍色 那我今天就沒有塗到它 但是它這個顏色 是很漂亮的 我給你們看 那它就是 這樣的 它是一個偏藍色的Hot Pink 那我也很喜歡它 因為我 不是很carry得到太... 重啦 只是太深的顏色 或者我自己不敢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冬天都不錯 其實我覺得春天都可以 夏天都可以塗這個顏色 那我就很喜歡它 買了之後都常常塗 我是把它 1月的時候 差不多2天都背著它 另外一個 唇部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Benefit的 Ultra Plush Lip Gloss 那這個顏色是Dallas 那它是... 很香的一個 好像水果 總之我不懂得怎麼形容 但很香的味道 我今天都在塗它 那我就是沒有塗 任何其他東西 即是釀唇膏 那我就塗了這個 那它是... 很出色 for一個Lip Gloss 所以我也很喜歡它 接下來就是這個Dior的 好像叫Healthy Glow 你還記得嗎? 對 Dior的Rosy Glow Healthy Glow Awakening Glush 那這個顏色是我的朋友介紹給我 那我一直都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 嗯... 不知道 我總之沒有買它 那我上個月... 不是上個月 即是12月 那時候去旅行 就終於買了 因為我發現它在... 嗯... 不知道在哪個機場買 便宜過 應該便宜過在香港買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都一直用 我買了12月到現在 差不多每一天都用它 我今天現在都在用它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 真的是人塗都好看 就是我塗也好看 Nakemark塗也好看 因為Nakemark是... 膚色跟我有點不同的 但它塗也很好看 所以這個我是很喜歡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Hero Make的Eye Shadow 它是一個... 就是這樣看它 你覺得顏色都很恐怖 因為都很粉和很紫 我覺得... 都... 就是我們平時擦開的顏色 但我是很驚訝的 因為它的質感是... 很奶油的 我今天都在用它 特別是它這個顏色 其實原來它是一個奶油狀 就可以做一個Base 那我就... 很... 覺得很... 很... 驚訝 因為... 一個drugstore的眼影盤 會有一個打底的奶油 就是這個Etude House的 Mini Touch Highlighter 但是呢... 我買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米妮的樣子 但是我那個... 已經是沒有了米妮的樣子 因為我跌爛了它一次 然後就嘗試把它壓回 是成功的 但我發現我跌爛了一次 我自己壓回一次 就... 顏色沒有出得那麼好 我今天都塗了 但我想你看不到 它跌爛之前我很喜歡它 但跌爛之後好像... 沒有之前那麼好 對... 這個也算是一個最愛的 但其實我平時沒有什麼用... 不是沒有什麼用 是其實沒有用過highlighter 這個是我... 第一個highlighter 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是我第一個的highlighter 那我也很喜歡它 我想... 之後我也會繼續 看看有什麼highlighter 會買 因為... 真的好像會漂亮一點點 令臉好像有一點光澤 即是漂亮的那種光澤 最後一個就是一個... 不是favorite 那這個我在SASA買 有兩個一個... 一個綠色的粉紅色的 那因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 側巾這裡呢 指的頭髮是短一點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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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型師教我我玩什麼吹的時候 這樣向後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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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拋不到啊 很痛啊 就是真的 即使我脫了 那... 那... 就是... 那...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 Неap 노�ar 不會用... 它就是這樣.... 你可以 commenting briefly 這應該是怎 processing清理的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拆得那麼好 所以可能是我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很麻煩 很後悔 而且我記得好像不便宜 好像都要四十多五十塊 所以這個不行 那就分享完我一月的最愛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最喜歡什麼產品 或者最近你有什麼產品想試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給個thumbs up 我們很快下次見 拜拜